下午5点 全红蝉12岁弟弟惊艳亮相 网友赞叹不已 周济洪获行动 大家好 我是体谈周班杰动格 喜欢我的作品 欢迎点赞 关注 评论 转发 我在这里也祝愿各位 一切顺利了 众所周知啊杭州亚运会不久之前刚刚结束了 本次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表现 大家看到十分出色 获得了201块金牌的成绩 创下了新的记录 赛场上的一些精彩瞬间 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 16岁的全红蝉呢 无疑是杭州亚运会上最大的赢家之一 全红蝉夺得了女子单人十米台和女子双人十米台 两大项目的冠军 成功加冕了亚运会的双金王 再一次证明了自我 证明了现在他已经重返巅峰 全红蝉一路走来的经历呢 也是颇为的励志 21年东京奥运会上 当年年仅14周岁的全红蝉呢 便一战而红 以三票满分的成绩 夺得了女子单人十米台的奥运冠军 展现出了极强的这个竞技和跳水天赋 被视为50年一遇的天赋 全红蝉呢 他的性格呢 也是非常的谦逊和低调 训练也非常的刻骨 这让很多人非常喜欢全红蝉 成为了他的粉丝 进而喜欢上了跳水这项小众的竞技运动 可以这么说 小小年纪的全红蝉 他已经为跳水这项运动的推广和发展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进入到新的奥运周期以来 全红蝉呢 也被当成中国跳水队未来的领军人物 这样一个定位 进行大力的培养 此时呢 全红蝉遇到了生长发育的高峰期 等等诸多困难 好在他一一都克服了下去 这才在杭州演员会上 这个大舞台上大放异彩 可以设想一下 如果中国跳水队内 再出现几个像全红蝉这样的 有天赋的运动员 那么中国跳水队将一直屹立于世界之间 下午的五点 一个小男孩跳水训练的视频呢 突然火爆全网 可以看到这个小男孩 他跳水的动作非常的标准和细腻 最后入水上演了和全红蝉同款的水花消失术 网友们纷纷赞叹这个小男孩的跳水天赋之高 事后何时呢 这个小男孩不是别人 正是全红蝉 他12岁的弟弟 湛江市跳水运动员全近鹏 看来全红蝉他一家的基因和天赋 果然是非常的强大 全红蝉的实力天赋超群 他的弟弟也同样如此 网友们对此呢 更加的赞叹不已 感叹基因的强大 全红蝉的出现呢 无疑将中国跳水队的天赋和实力 拔高了一个档次 也成功促进了跳水运动的普及和推广 但中国跳水男队呢 如今还一直没有出现和全红蝉 同样天赋的运动员 这也让周继红呢 是颇为的头痛 现在全红蝉12岁的弟弟 惊艳亮相 在此给中国跳水队也带来了希望 那据悉呢 全红蝉的弟弟已经被周继红所关注 周继红或开始行动 将全红蝉的弟弟 尽快的招入国家队 进行更好的 更加细腻的培养 全红蝉14岁 便在奥运会的赛场上大放异彩 横空出世 全红蝉的弟弟全静鹏 现在已经12周岁了 可以预见的是 未来不久 全红蝉就会 就有可能和姐姐全红蝉呢 在同一个赛场上竞技 一起为国争光 让我们一起生为一大把 最后呢 让我们再次祝愿 中国跳水队和全红蝉 姐弟两人 未来一切顺利 今天呢 我们就聊到这 请大家在评论区和一起互动吧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